我说老妹,我发现有时候女人真的爱莫名其妙的葱气 老妹怎么这么蠢,连庆宁和生姜都分不起 对了,她不喜欢吃生姜 以前每次出去吃饭,我都给服务员叮嘱了不放生姜 但她总是不记得我不爱吃葱花 每次点我爱吃的西红柿炒蛋 都忘了嘱咐服务员不放葱花 但她上次居然还记得她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 吃你的葱花炒鸡蛋去吧 什么情况,我说错什么了 吃什么葱花,难道不是生姜味的 让我查一查 喂,接电话这么快 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等电话 如果在玩手机,说了她多少次了 这么大年龄了,一点都不努力 以后怎么承担得起养家的重担 早上我生她气,她一点都不紧张 居然还玩手机 要是等电话的话更可恶 都不主动找我,还要我打电话给她 玩你的手机去吧 哼 在玩了 累坏了 咱们一会儿吃饭去 你这个青年味的喜欢手真好 特别富贵,真气 好开心啊 她居然认出来是青年味的 等等,她为什么可以认出来 明明上午还认错了 为什么突然就开窍了 肯定是和别的姑娘交流过了 他们公司最近来了几个新来的女同事 肯定在背后说我闲话了 我们公司来了帅哥我都注意保持距离 他怎么一点就不在意我的感受呢 分手吧 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今天怎么了 莫名其妙的 你自己做什么了,你不知道吗 我做什么了 有什么直说呀 发神经啊你 你居然吼我 完了,又到了你居然敢吼我的怀疑 不过了,我有办法 你给我站住刮这脸 就呢 有时候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怎么了 大肠子嘴 我疼你简直不是人比人天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这是帅个脚 怎么记不住呢你,大美女 瞎说什么大实话 竟说人家优点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怎么对吧 讨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失去理智的女友 要合理的吵架 卧槽,还有这种操作 梅朝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微信、微博关注梅朝讽 每天一条原创搞笑视频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哟